欢迎来到他乡明月 听三小姐给你讲述一个真实的美国 嗨 听到我声音的亲人和朋友 你好吗 我是三小姐小黎 每年元旦一过就该准备过春节了 今年的春节是2月10号星期六 算一算还不到一个月了 大华府地区已经陆陆续续地开始庆祝春节 什么同乡聚会 歌舞表演 小吃庙会 早就安排上了 那我学校一年一度的独立学习周 刚好就在春节的头几天 我们学生的风总已经定下来了 那相应的活动也就到了最后敲定的这个阶段 我们的探索中国文化活动安排有一项是 去看亚洲艺术博物馆里的中国馆的一个主题展览 名字叫做安阳中国的古都 这个主题展示在美国举办的第一个大型的专门介绍中国商朝的首都安阳的一个展览 是2023年纪念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成立一百周年活动的其中一部分 是从去年的二月份到今年的四月份展出 我呢很早以前就和朋友去看过了 只是一直也没有机会跟你唠叨 今儿正好得空就说说这个展览吧 正好我也可以回顾一下 也好下个月给学生讲 说起安阳呢就想到音商嘛 有几个标志性的词一定会立马就跳出来 一个是甲骨文 一个是音须 还有一个是斯姆物大方鼎 听到这几个词 你是不是也觉得很熟悉啊 对呀 都是历史课上学过的嘛 先说斯姆物大方鼎吧 那是当时历史课的B考题啊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哦 它是目前现存的最大最重的青铜器 我具体数字我忘了 我刚去查了一下 果然很重 是832.84公斤 也有的说法是875公斤 也不知道哪个是精确的 但总之就是很重了 它的高度是133厘米 长度是110厘米 宽度呢是79厘米 它的那个脚 四个脚的高度是46厘米 它那个厚度是6厘米 整个轮廓呢是方方正正的 有两个利儿 肚子呢是方的 四个脚中间是空的 它是1939年出土的 是国家的一级文物啊 现在是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 是被称为正国之宝 所以呢它是不可以到国外去展出的 所以在这个展览里面 虽然没有像它那么大的顶 但是小型的顶还是有的 那些顶有的是四族的 有的是三族的 都非常精美 尤其是顶上的装饰花纹 大多是陶贴纹 龙纹和云纹 又大气又华美 那第二个和安阳相关的词呢 是殷须 顾名思义就是殷商王朝的旧旨 它是中国商朝晚期的都城的遗址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献可考的 并且为考古学和甲骨文 所证实的都城的遗址 那是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吧 商汤的第九代子孙 盘庚继位以后 把都城从燕 就是现在的山东渠府 迁到殷 就是现在的河南安阳 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盘耕迁音 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 殷朝的商周王灭亡的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 安阳一直是他的首都和统治的中心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商朝也就被叫做殷朝嘛 后来呢 那个周武王 罚上灭音之后 定都在岗基 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 然后呢 从安阳迁走了大量的殷朝的民众 那安阳就作为殷朝的这个旧都吧 如渐的衰败下来 最后呢 成为了一片废墟 所以现代的人就叫它殷须 殷须之所以很著名 是因为在那里出土了上万件青铜器 包括我刚才说的四母物大方顶啊 而且除了各种文物之外 影响最大的是 十几万片甲骨文的碎片 众所周知嘛 汉字的起源是象形文字啊 甲骨文就是典型的象形文字 因为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之上的嘛 所以叫甲骨文 说到这个 我在美国中文课上讲汉字起源的时候 常常会问学生一个问题 那就是 为什么中国人的祖先 要把文字刻在龟甲和兽骨上面 而不是像古埃及人刻在石头上 也不像古代的两河流域的人 刻在软的泥土上 那官方的解释是 在商朝时期科学是不发达的嘛 但凡有大事都要进行占卜 来预测胸和鸡 那占卜的方法其一呢 就是在龟甲和兽骨上钻个眼 或者呢 用火去烤 然后呢 就凭着骨头的裂纹和走势 来预测这个胸和鸡 并且呢 要把预测的结果刻在上面 等到以后来验证结果嘛 所以现存的甲骨文 大部分都是用来预测天气啊 战争啊 打猎啊 祭祀啊 庄稼的收成啊 或者生病啊 生孩子啊 等等内容的 不过呢 我的美国学生说 甲骨文相当于是 当时对历史的一种记录 那龟甲和兽骨的大小和重量 是很容易被整理携带和学习的 它不像石头和泥土 占了太大的空间也很重 是很难带走的 你觉得我学生说的 是不是很有道理 其实这种说法在国内也有 说甲骨文是相当于 节省济世 是记录历史的 但实际上它比节省济世 可要精确的多 内容也丰富的多多了 那全世界呢 目前已经发现的 音上甲骨文呢 大约有5000个字 但真正被解读出来的呢 只有2000个字左右吧 而且就算已经破译的甲骨文 也有一些在学术界还是有争议的 那说起甲骨文被发现的过程 是很有意思的 你知道吗 最初这些盔甲和兽骨 是被当作看病的药材 被收集起来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反正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亲眼见过 大人们在山里 挖出来过古代动物的骨头 叫龙骨 当然这不是真正的龙的龙骨 而是一些大型的 哺乳动物的骨头 是可以当药用的 我记得他们刮下来的那个粉末 是可以用来止血呀什么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动物的骨头 就记得特别大特别白 那话说呢 清朝末年 有一个叫王义荣的汉林学士 非常有学问 曾经做过三次国子尖的祭酒 国子尖就是封建社会最高学府吧 和它的管理机构 它的祭酒就相当于 现在的大学校长吧 如果一定要和现在的职位 做个比较的话 就相当于是 清华大学或者北京大学的校长 兼教育部的部长 所以呢 国子尖祭酒就相当于是 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吧 他呢 还是一个有名的收藏家 书法家和金石学家 什么是金石学呢 简单的说吧 主要是研究 在历史上 刻在金属 石头 碑 玉器 砖码 风泥 冰符 竹简 等等 上面的文字 的一个学科 它是一门集文字学 历史说法 文学 图书学和 考古 等等吧 多专业 于一体的 一个学科 一般人是干不来这样的 总之呢 这个王毅荣 偶然发现 药材里的龙骨上面有字 那他呢 凭着他金石学的 深厚的功底 非常敏锐的发现 那是一种 比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 还要早的一种文字 所以呢 他就有意地 开始搜集那些 带有文字的龙骨 那他的收藏 就是第一批甲骨文 他也就成了历史上 第一个 发现了甲骨文的人 后来呢 在殷墟出土了 大量的甲骨文 王国伟 罗振玉 董作宾 郭沫若 等大量的民国文人吧 就开始了 对甲骨文的研究 到现在 这已经是一门 高深的学问了 我当年在大学里 也是学过一点甲骨文的 可惜现在都忘光了 只认得像 网 雨 日月 山水 等等 最简单的甲骨文了 可是 当我在博物馆 看到刻在那个 硅甲和兽骨上的 那些文字的时候 还是特别感动 那是一种 深深地印在 血脉里的 文化的传承吧 那华盛顿的这个 安阳一须文物展上 有很多 精美的文物 看他们的介绍说 有 礼器 乐器 兵器 工具 生活用品 装饰艺术品 和车马器 等等吧 礼器 炒 柱 柱 器 座 脚型器 等等 那装饰艺术品呢 有面具 同牛 同虎 同龄 等等 我就 不一一细说了 我只说一个 印象 那就是 非常特殊 但是又很普遍的 刻在 青铜器上的一种 装饰文 叫 陶贴文 陶贴就是 古代传说中 四大凶兽之一的 陶贴 也就是 龙生九子的 九子之一 《山海经》中 记载它的形状是 如 扬生人面 眼在叶下 胡齿 人手 你想象一下 是不是很 奇特 不过 《山海经》里面 记载的动物 大多数都是 奇形怪状的 但是在那些 青铜器上的 这些装饰文呢 它是把 陶贴的形象 抽象化和 简单化了的 大多数呢 只是一个 正面的瘦头 有对称的 双脚 双眉 双眼 双耳 以及鼻子 口 下巴 等等 当然有的也会在两边 有长条形的躯干呀 四肢啊 爪子和尾巴等等 那些纹路呢 特别的 繁杂 神秘 线条呢 层层叠叠 把动物的那种形象 刻画的 既抽象 又 灵动 精细入微啊 那个几何纹路 还有那个 深浅 凹凸的浮雕 构成了各式各样的图案 整体的布局 非常的 严谨 大方 气韵 庄重 自然流畅 是一种 非常夸张 而且 神秘的 风格 这种装饰纹呢 在 商 周 两朝的 青铜器上是 最盛行 最普遍 和最多的 以后的 朝代就 很少用了 你去看文告里的照片 会看到 这些细节 那么为什么 商周两朝 会大量的 陶梯纹 装饰 青铜器呢 有的学者认为 陶贴纹是以 龙 老虎 水牛 羊 等动物 为原型的 是一种 自然神 也有的学者认为呢 陶贴纹源自 帮助当时的巫师 沟通神灵的神兽 还有学者认为 陶贴纹源自 那个史前的 太阳神的图像 再加上 野生动物的器官 而成的 总之呢 都是跟占卜 和祭祀 有关 因为那些青铜器 大多数都是用来祭祀的嘛 在中国的文化传说当中 陶贴是 主战争杀法的 伴随着血腥的杀戮 那 历史发展到 殷商时期 还没有形成后来的 礼乐文化 常常会有 大规模的 师族和部落 之间的战争 当然也就伴随着 屠杀 扶货 死亡和压迫 殷商的青铜器本身呢 就是有炫耀武力 和战功的意味 所以这种恐怖的陶贴纹 就恰好 成为了那样的一个符号吧 不过 经过了几千年的这些时间 那些青铜器和陶贴纹 所代表的血腥的杀伐质器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只留下了令人惊叹的工艺 和各种朴实大方又精美的图案和花纹 哎呀那些花纹 精细到每一根都比头发丝寒细 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还有一个印象很深的点 是阴伤对小 也就是猫头鹰的唇败 就像在西方吧 猫头鹰是智慧的象征 生活中随处 可见猫头鹰的装饰品 完全不忌讳 但是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 猫头鹰是一种恶鸟 代表着死亡和不吉利 哎不知道你家那边怎么样 反正在我老家有一个习惯就是 听见猫头鹰叫 马上叫吐三口口水 否则呢你会小则倒霉 大则有性命之有 可是鹰商时期是非常崇拜猫头鹰的 猫头鹰那时候叫小 猫头鹰是他们的祖宗和仙人的化生 是商朝的图腾 所谓的天生玄鸟降而生商的 玄鸟就是猫头鹰 那为什么后来猫头鹰就渐渐演化成了一种 恶鸟了呢 有一种说法是西州灭商以后 他们有针对性的打压和诋毁 商朝的文化和信仰 所以呢 代表殷商图腾的猫头鹰就变成了代表死亡的 不吉利的鸟 那在这个展览当中 有很多猫头鹰形象的文物和装饰图案 玉的石头的青铜的都有 但是那些精美的代表商图腾的猫头鹰和装饰文 在西州灭商以后就真的在青铜器上再也看不到了 我在这儿简单提两个有猫头鹰的文物吧 一个是猫头鹰造型的青铜罐子 特别可爱呆萌呆萌的 猫头鹰的两只爪子站在地上 尾巴呢形成了第三个支点 胖胖的肚子上有一对翅膀 头上呢两只大大的眼睛 眼睛上面还有一排长长的像眉毛一样的羽毛 特别好 还有一个是刻在青铜壶上的猫头鹰的装饰花纹 哎呦 那圆圆的眼睛 圆圆的翅膀 尖尖的鸟会 微妙微笑 一眼就能认出来 特别好看 我放了照片在文考里你去看 好了 说到这儿呢 有关殷商都城安阳的文物展就先聊这么多吧 我知道在国内肯定有更好更全面的 有关殷商的展览 在安阳还有世界上唯一一家 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的博物馆 那就是中国文字博物馆 而且安阳还有很多的名声古迹嘛 好希望以后有机会可以去参观啊 那你听了这期节目有什么感想呢 你去过安阳吗 期待在评论区看到你的留言啊 最后还是要谢谢你的聆听支持和陪伴 生活呢 一往无前的继续的 咱们下个周末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